台北市長當選人蔣萬安 今天發布第四波小內閣人士 第二位副市長 確定由國民黨立委林毅華 來出任 政大教授余振華 擔任嚴考會主委 而林毅華明年二月才會就任 立委任期將不用補選 蔣萬安則肯定林毅華清楚 掌握市政方向細節 強調是不二人選 台北市長當選人蔣萬安 發布第四波十位小內閣人士 國民黨立委林毅華 將出任副市長 體育局長則是向椰蘭縣府 借降由王鴻翔接任 競選期間幕後操盤手 政大教授余振華 出任嚴考會主委 外界關注林毅華二月後才就任 立委剩餘任期剩下不到一年 根據懸罰法將不必補選 是否刻意規避 林毅華強調他的大安區服務處 不會關門 將轉為立委增民中服務處 團隊成員也會繼續為大安區民眾服務 而蔣萬也透露上任後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積極走訪基層局處 上任之後我會積極地走訪我們基層相關局處 來瞭解他們的需求 有哪些意見需要解決的問題有什麼 據尚未公佈的四大公司及北捷等相關人選 蔣萬表示上任後會積極了解廣真各方意見 依照相關法定的程序選出最優秀的人才 即將在12月25日卸任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一早也忙著收拾辦公室打包物品 卸任後將先回到原先任職的台大醫院 接著黃曼中志成 泰報道